民眾騎機車來到閻城區大人跟星星街口 遠方出現黑色陰影 往前靠近點看 竟然是塊長方形的大洞 路面往內塌陷 誇張的是 當時這輛轎車半個車身也跟著陷下去 不過看看這位富人真大膽 明明路就塌了 還硬要騎車過去 差點卡住 由於一旁就是菜市場 當時有許多民眾買菜 看到這景象十分害怕 還好這洞不是一下就陷落 轎車車主也恰巧不在車上 否則真的會嚇壞 初步照量這路面塌陷 長約八點五公尺 寬五點六公尺 深度有一點三公尺 警方先將現場封鎖起來 並找來相關單位開挖 檢查原因 水利局人員初步判斷 可能是雨水湘寒老舊 因此破損下線 當地民眾說 去年同一地點也發生過類似情形 到底什麼問題 相關單位得好好調查清楚 不能再發生危害居民生命安全 記者梁家文 賴慧佐 高雄報導